大家好我是李嘉玲 欢迎收看综恒天下 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好 并且精益求精 这真的是不简单的事 经常在美食节目露脸的 勾嘴腮郭主义是国内穿菜的第一把脚椅 13岁开始从故乡台南北上 进餐厅当学徒 而郭主义小的时候 做完课我的志愿就是立志要当一名大厨师 后来他跟着许多老师傅学习正宗麻辣穿菜 还在学徒的阶段 他每天利用午休时间 天天多做三个小时 慢慢累积自己高人一等的实力 而为了要做出道地原味的穿菜 40岁那年他坚持花椒辣椒等配料 都要亲自从大陆带回来 历经被朋友倒贵负债的人生低潮 现在国主义准备把新派穿菜 在台湾发扬广大 然后现在再来我们姜末 姜啊 蒜末进来 上了节目拿起锅铲 麻切花刀 姜雪 一样切花刀 把这边呢 打地这样 好 谈起川菜滔滔不绝 去川菜是非常的迷远 川菜呢它是世界上调味最复杂的 它是国主义 帅喔 正正正 大家好 大家好 等一下喔 十三岁开始进厨房当学徒 台南长大的郭主义从小就立志当厨师 我的职业作文 然后那时候我不晓得怎么新写来草 直接给他写说我不要读书了 我要上台北当一个大厨师 然后你知道吗 做文教上去 我第二天就跑到台北来了 听说老师找了两只抓人抓不到 就直接就在那个新闻厅那边开始学足了 这道菜螃蟹是郭主义的拿手菜之一 那个季节刚好没有螃蟹 实际太后刚好要吃螃蟹 所以说呢 它采用什么 知道用什么 鱼肉 每样菜的故事 它都如数家珍 亏想进厨房工作那段时间 究竟怎么熬过来的 其实小时候的郭主义 本能吃苦耐劳 小时候讲真的也是不知道什么是苦 那时候也常常被欺负 被打 被骂 八点多起来 然后一直做做到晚上 大概十一点多才休息 讲真的你们会觉得说好像很可怜 但是那个我不会这样想 要成就自己成为一个知名大厨 绝非一蹴可及 将川菜的制作整个融会贯通 它花了好长一段时间 大概四十岁的时候 对这个新派川菜才完全 就理解掉整个开放 以前老师傅都是做一些老川菜 比如说像公保 吉丁 麻婆豆腐 五千丁 这些东西 但是变成说可能一些食材 外面没法取得 除了要跟对师傅 更要找对方法 那时候我十三岁的时候是怎么样 没有师傅要教你 我们是怎么脱膛 脱脱去尝那个味道你知道吗 是一个盘子端起来 这手指插在那个菜上面 然后呢断过去手指 师傅不能让师傅看到 手指这样子迷离去啊 那压血呢 这压血要切之前呢 我们先要用水把它锯 大概十分钟 当年一个偶然机会上电视 从此成为综艺和美食节目的 固定班底 郭主义很感念提醒他进入 电视圈的贵人 那时候我刚好遇到吴云阿姨 那吴云阿姨在里面呢 他看我会主持 他刚好在主持 那你要不要上我节目 那我会纳闷了一下 好啊 就一上啦 哇 掉了 将厨艺综艺化 甚至夸张的手法 郭主义认为 只要能让大家认识川菜 有何不可 基本上在餐厅的话 我不喜欢人家综艺化 在电视圈的话可以 但是呢 要综艺化 要综艺的有道理 并不是你做出来 那个里面的成果效果不好吃 完全是综艺很刮大 那不行 不管是出书 里面还有我跟我叔叔 所做五分钟做好菜 好写好做又好吃 排公益广告 你会来帮助这些老人呢 如今郭主义都很在行 也那时候也做过什么 卖衣服啦 卖发夹啦 卖雨伞啦 去摆那个海产的路边摊啦 凡事都非常要求 就像花椒粒或者是新鲜花椒 都是来自最岸的四川 大量的炒辣椒 四川那边本来就是川菜的花园地嘛 你必须要去了解一些 他们的原食材方面呢 比如说花椒 就分了十几种花椒粒哦 在厨房 它是专门下指令的总监督 来蒜苗 泡辣椒 资染粉 大红袍 也全都来自川菜的发源地 等一下呢 嗆锅也都用这个 对 那香味才会出来 在荧光幕前 他是大厨师 其实七年前 当郭主义踏入电视圈 又过一段人生低潮 两个朋友 跑了两百多万 然后每天呢 要借钱再尬三点半 那时候日子好苦 贫贱夫妻呢 总是百事哀 那时候也常常在吵 曾经他想过做傻事 但一路走来的牵手 把他从人生的谷底 再拉向另外一个高峰 刚好开车 开到一半的时候呢 心血来潮 哭了大火 然后刚好前面 想说冲下去 这样钻钻没有用 钻才钻不过去 转一个方向来想 因为太过投入工作 婚姻一度产生危机 一个月才休一天而已 常常被我老婆练 讲真的那时候 差一点礼物 那时候他问我说 你到底要那家餐厅 还是要我 四十岁那年 郭主义为了将川菜口味 彻底融会贯通 他深入四川 经常往返对岸 是我老婆他们都不谅解 为什么 因为他们总是认为我是 帮他们去玩 他去录影 他去怎样怎样去玩 但我那时候听到也蛮难过 但是问题是 也知道他们为我好了 当时领美丹虽然非常不谅解 但还是力挺国主义 那时候我会想说 朋友都说那边很好 那时候我会想说 我如果说不让他去 等于说我阻挠了他的前程 这是成就一个大厨 幕后最重要的推手和牵手 因为我在这边失败 可是我要从在这边站起来 我今晚我三年 我要把我所失去的东西 我要把它找回来 餐厅的墙上奖牌高高挂 对郭主义来说 这是荣耀 是骄傲 也是无形的压力 比赛冠军不代表你个人 有多行 你最重要的还是要 客人吃到的菜品 好吃才是最好吃的 法国蓝带奥古斯名人堂 郭主义是全球第83位 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师傅 也是台湾第一人 我不能落魁 然后客人来吃的话 他可能看到那么多奖牌 他的评价可能会更高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打分子打得更高 但是打不到取喜的话 他会怎么讲 回去开始开麻 开餐厅要拼的是翻台绿 饱餐一顿之后 每一桌都是盘底朝天 原来他的菜是比较辣还是比较麻 比较麻 辣跟麻比起来我觉得是比较麻 就是很有传菜的口味 麻麻辣辣的 然后很香 他深入四川境内 以新派手法炒热台湾的美食圈 成都我也是去他们跟他们打关系 打了大概一两年才可以进到他们厨房 因为交一些好朋友 我进到厨房里面去慢慢 才慢慢看慢慢看 但川菜的定义 绝非一般人所想的如此简单 川菜你们会想到什么 辣辣辣 不对 川菜它是麻辣 川菜百菜百味一菜一个 一百道全部都是辣出来 但是里面精神都不一样 麻可以麻嘴唇 但是麻的非常舒服 水煮牛肉辣的到位 只要川菜听到水煮的 一定是辣的 那香味立刻飘出来了 以雪鱼和蛋白为主要食材的 在螃蟹 起锅加了蛋黄 这个就是螃蟹王的感觉 然后端到客人面前 一定要马上怎样呢 趁热去搅拌 十几岁时的沟椎塞 跟对师傅也懂得怎么做 才有机会能出人头地 就一天就强劲大概两三样菜 从配菜到下料方面强劲起来 然后休息了赶快写起来 一天我就逼自己写三样东西 每天多做几个小时 今年累月下来 这就是高人一等的实力 每天大家都休息的 但是唯独我在那边签 一天多人家三个小时 你一年可以多人家几个小时 如今他是电视美食节目的固定班底 但郭主义也认为 这工作有很高的替代性 我们现在在线上嘛 其实我呼吁大家 每个厨师都可以上的 他以过来人的身份 鼓励十下年轻人 只要努力不会白费功夫 其实我到现在 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炒菜的人而已 我常常跟我徒弟 徒弟讲说 我很喜欢你们追 最后是把我追过 但是我被人家追过 是我自己活该倒霉 我没有努力 虽然只有国中艺业 郭主义还是不断持续学习 会电脑 会上网 会打字 会开菜单 对不对 很多人 我还会什么 微信 连接 APP都会 期待国内穿菜 有心血轮接班 他乐见大家一起来比赛 我们现在所站的位置 就等你们来 等你们要怎样呢 站到这个位置来好不好 一路走来 郭主义庆幸有另一半的权力支持 真的 太谢谢了 走过人生低潮又达到巅峰 平凡中的幸福来自努力和知足 没有什么过不了的 只是那一刹那之间 真的要把它挺过去讲真的 成功绝非偶然 郭主义说他要继续努力学习 让台湾人吃到最道地 口味不断推陈出新的川味料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